最近很多呼吸系统的病毒、细菌 跑了出来 很多人都感染了 出街 或者有女儿上学 很多同学 骑骑骑骑 有些伤风感冒的病症 有人传言出来说 因为COVID的病毒就好了之后 手末很长的 它会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令到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病毒、细菌感染 在英国这边是strap-a 在美国那方面是流感、护流感、RSV 即是护家系统合胞病毒 全部都非常之多 因为发生疫情之后 很多传言说COVID之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永久性受破坏 所以就这么容易感染这些病毒 那究竟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其实要看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不是运作正常 有没有真的受到永久性的破坏呢? 我们就要看如果免疫系统受到永久破坏 最简单 比如有些人长期吃铝股醇 吃的剂量大 要长期吃的话 免疫系统就会受到压抑 也有些其他的病 比如说 就是外肢病、HIV、AIDS等 那这些真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 那他会感染什么呢? 那有一个概念就叫做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那就是中文叫做机会性感染 那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 那其实opportunistic infection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真的有病 真的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感染的东西呢 就通常就不会是普通菌的 就是说免疫系统是非常之有效率的 那如果是一些普通 就是不是太厉害的細菌 它完全是对付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的 他感染的就是一些古灵精怪的菌 古灵精怪在于 一般就是你不可能会感染这些菌的 因为这些菌本身是很差的 那你的免疫系统对付它完全没有问题 那但是你无端端 如果被这些这么少见的細菌 或者这样的窄菌感染了 还是大大剂呢 那就是代表有问题了 那比如说在爱智病来说 那我们经常都看到 就是会被一些真菌 那些分界 就是说好像草菇啊 那类这样的生物 那类这样的东西来感染 那还有很多时候是大剂的 那普通人的话 很少被这些菌感染 那但是如果有HIV 或者有些人有Ace 那他感染了很多时候就会变成肺炎 就是可以很危险的 Ace的人也都很容易感染肺炉 那就是一般人当然都有机会感染肺炉的 但是呢通常呢就是年纪大一些 就是年纪大一些抵抗力弱一些人 那如果有HIV 有Ace的人呢 可能年纪无端端就会感染肺炉 那就是很大剂的 病毒呢 比如说普通的那些 的唇瘡那些病毒 唇瘡就是说那些 就是鼻边啊嘴边的那些地方 就起了一些水泡啊 损了啊那些那些 就是以前小时候呢 这些长辈就叫给我们知道 这些是琴锣赖尿啊 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呢 有些琴锣赖了你的臉那里 在这里赖了这里 所以呢你就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其实呢 就是一些抛诊的感染来的 那些其实很普遍 普通人就是这样 少少有些损了这样的而已 但是呢 如果在HIV的人 有Ace的人 或者免疫系统有病的人呢 如果感染这些病毒呢 很多时候会变了肺炎啊 就是很严重的感染死了人 免疫系统呢 就不单止是对付一些的 就是细菌啊病毒啊 入侵性这些生物的 其实呢 这个免疫系统呢 都帮我们呢 抑制一些变异的细胞 让它不要演变成为癌症的 那所以呢 就是一些很少见的癌症呢 那如果在HIV的病人啊 有Ace的病人呢 有时候呢 就会变得很普遍的了 那比如有一种的癌症呢 叫做卡普斯萨克玛 这种这样的癌症呢 其实普通人呢 正常来说是极之少见的 那但是呢 就如在HIV的病人呢 因为这种癌症呢 不能够正常运作了 那些细胞呢 有些变异 它都不能够杀死那些细胞 那变了很多时候呢 就会有这些这样的癌症出现 好了 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情况 那有人声称呢 就是说现在 如果大家感染这些 这些瘤癌症啊 护瘤癌症啊 赤瘤癌症啊 那各样东西 那这些护症系统疾病 多了的话呢 就因为是这个COVID 破坏了他们的那个免疫系统了 我们要留意到呢 这一堆这样的细菌病毒呢 全部呢 都是一些风土病来的 就是说呢 平时就算疫情发生之前呢 COVID之前呢 就已经有的了 每年呢 大家都会感染的了 每年呢 都有一大堆人会感染的了 这些这样的细菌呢 就不能够算做一些 古灵精怪的细菌了 就是说呢 就正常呢 都会感染到人的东西 不过呢 就如果COVID之后呢 因为大家戴了口罩 几年啊 或者呢 social distancing啊 大家少了接触呢 那就少了接触这些细菌病毒 那么那个免疫系统呢 对他们的记忆力呢 就稍微呢 就差了一点点了 那变了呢 大家突然开放又出去玩 那就很容易就接触到这些病毒 一来呢 就很容易感染到这种原因 你要说 免疫系统是受到永久性的破坏的呢 我们就要看回 它有没有一些 好像比如说 爱滋病人啊 或者长期吃铝菊醇啊 那些病人呢 身上经常感染的那些 这样的古灵精怪 比如真菌啊 或者本身很轻微的细菌呢 变成了大件事这样 但是我们暂时看呢 看不到这样的倾向啊 所以这些这样的说法就说 就是COVID破坏了我们免疫系统 以后就手未长了 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件事了 好 多谢大家收看 记住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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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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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